中国人吃了上千年的猪油 为什么如今成了专家嘴里 引发心脑血管疾病致癌的帮凶 猪油到底能不能吃呢 认真看完这个视频 你会发现资本的力量到底有多可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几十年前临近年关 村里杀猪分猪肉的场景 那个时候分一头猪啊 人人都抢着要肥肉 甚至不少人因为隔壁分了几块肥肉 能抄抄起来 哪像现在文肥色变 好像多吃一口都像在吃毒药似的 当时人们要肥肉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香啊 因为大家肚子里都缺少油水 一大块猪肉 至少能够炼两碗猪油 炒青菜放上这么一勺 能让原本味道寡淡的青菜 充满油脂带来的香气 哪怕只是拌饭吃 都能让人多吃两碗饭 炼猪油剩下的油渣 也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小孩子馋它当灵嘴 大人们则用来炒菜做饭 年夜饭端上一道青椒油渣 谁家不得盘子都吃空了 如果没经历过这样分猪油的场景 你应该记得 小时候长辈在降温之后 熬制的那一锅锅猪油 洁白的猪油被放在一大口糖瓷盆中 如玉汁一般 可就这一二十年的功夫 猪油突然从万人迷变成了万人咸 无数个专家告诉你 猪油含有大量的胆固醇与饱和脂肪酸 多吃一勺血压升高 多吃两勺动脉硬化 多吃三勺心脏病高血压少不了 好家伙 在他们的口中猪油效果堪比披霜 那专家们认为 不吃猪油我们该吃什么呢 答案就是植物油啊 那么问题来了 为啥同样是油 专家眼里猪油吃了堪比披霜 植物油吃了却对人有诸多好处 在所谓的专家眼里 虽然猪油植物油都是油 猪油等动物油当中 含有大量的胆固醇 以及饱和脂肪酸 胆固醇这玩意儿 虽然是动物组织细胞中 不可缺少的物质 但由于它在血液中会跟脂肪酸结合 以胆固醇的形式存在 如果含量过高 就会堵塞血管 导致动脉硬化 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饱和脂肪酸 也因为能跟胆固醇结合 同样被认为会提高人们的患病风险 带来健康隐患 如今专家都倡导吃植物油 因为植物油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能够降血脂 降低血液粘稠度 抑制血小板凝集 提高细胞活性 增强我们的记忆力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在专家们刚开始 大肆推崇植物油的时候 有一个叫悉尼心脏饮食研究的实验 在1966年至1973年之间 对458名关心病志愿者进行调查 让他们一组吃植物油 另一组吃正常的动物油 最终的实验结果 数据就是 长期食用植物油的那组 胆固醇的确比食用动物油的降低了13% 虽然并没有实际结论支撑 植物油能够对心脑血管有益 但已经出现了好的趋势 然而40年后 美国国立卫生院的拉姆斯登博士 领导的小组找出了原始数据 发现了没有被公布的真相 虽然植物油能够有效降低胆固醇 但那些关心病患者死亡率 却比动物油组多出了5.8% 心脑血管发病率多了6.2% 关心病发病率同样多出了6.2%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看到的只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 那么背后操纵的大手究竟是谁呢 中国人吃了上千年的猪油 真的会致癌吗 虽然猪油相比植物油 确实含有更多的胆固醇跟饱和脂肪酸 吃同等分量的植物油和猪油 吃猪油会摄入更多的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 也比饱和脂肪酸更健康 但是那些说猪油有害的专家 并没有告诉大众 植物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吃多了 一样会在身体里堆积大量的脂肪 在2016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正常成年人做菜时额外加入的油最好限制在20-30克 这样就能够更好的保障人体健康 所以说抛开剂量污蔑我们吃了上千年的猪油致癌 恐怕根本就是那些植物油背后的资本家为了抢占猪油的市场做出了小动作 要知道原本猪油里面就含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比如说里面的胡萝卜素可以保护我们的势力 此外猪油还可以滋养我们的五脏 尤其是脾胃和肺 有助于促进食物消化 下面这个猪油的用法更加奇妙 如果你平时不停的咳嗽 不妨试试猪油混合蜂蜜 喉咙里的异物感可能会马上消失 当然列举了猪油的这些好处并不是为了打压植物油 毕竟猪油虽香 吃多了容易发胖也是事实 但比起偏听偏信完全抵制猪油 或者完全抵制植物油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健康饮食 也就是将二者结合 最好是十比七的比例去吃植物油跟猪油 大家平时生活中吃的主要是植物油还是猪油呢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